英國哈利王子新書Sphere開賣第一週 就在英國賣出將近五十萬本 創下飛機時類文學銷售記錄 您也對哈利梅根感到好奇嗎 英國王室紛紛擾擾多年 究竟在吵些什麼 火線熱話題帶您深入核心了解事件全貌 新年快樂 歡迎收看火線熱話題 我是蕭淳雲 今天大年初一 您有出門走走拜年嗎 這一集火線熱話題 我們整理了英國王子哈利與妻子梅根 和英國王室來來回回的隔空交火 究竟是梅根太難搞搶走哈利 還是身處王室存在太多龐大壓力 上週英國王子哈利的新書Sphere首度開賣 內容揭露了不少王室內部成員互動與摩擦 更有一段描述王儲威廉王子 對哈利動粗的內容 還有談到自己當初有多麼不希望繼母 也就是現今的英國王后卡蜜拉和父親在一起 這一本回憶錄第一天就在全球賣出了143萬冊 再一次把英國王室內部風暴推上浪尖 不過這一本回憶錄也引來兩極意見 有一些人認為這是哈利在為自己發聲 讓讀者可以從哈利的角度看整件王室紛擾 不過也有不少英國民眾對哈利出書揭露家族隱私的事情 感到不滿 也有人質疑 哈利與梅根當初就是 因為想要保有自己的隱私生活 所以退出王室 如今自己揭露這麼多 生活細節 究竟用意何在 甚至有書店故意把哈利王子的新書 放在一本名為如何殺了你的家人 的書旁邊 諷刺意味十足 哈利梅根與英國王室的舟葛 宛如西方版本的後宮甄嬛傳 2018年 哈利與梅根在溫莎城堡 舉行世紀婚禮 2019年 兩人的第一個孩子亞棄誕生 2020年 哈利與梅根脫離英國王室 2021年 兩人接受美國知名主持人歐普拉專訪 首度揭露英國王室內部存在種族歧視問題 梅根甚至清楚自己曾經想過要親生 訪問內容之勁爆立刻引來 英美兩國媒體大肆報導 2022年 哈利與梅根的紀錄片 在串流平台Netflix上線 短短六集內容痛咒英國小報文化猖獗 王室成員私生活被迫攤在陽光下 以及面對梅根成為英國小報的劍靶 王室卻維持一貫 不回應 沒有出手保護梅根 2023年 哈利新書截許出版 從自己的角度更加詳細地揭露王室成員互動 在無數王室爭議當中 最為人關注的莫過於梅根的混血背景 梅根的母親是非裔美國人 擁有非裔協同的梅根 曾經在2021年歐普拉的專訪節目中透露 在她懷孕的時候 就有王室成員很擔心 小孩的膚色未來會有多黑 讓她飽受屈辱 再加上當時英國小報長期的輿論壓力 讓她一度想過要輕生 除了種族的問題 英國小報長期存在的爆料 狗仔跟拍文化 也令梅根哈利十分詬病 在他們的Netflix紀錄片中 前三集就大力抨擊英國小報 對梅根私生活的重追猛打 也控訴英國王室沒有伸出援手 根據微報報導 哈利在新書中提到 兄弟倆的關係在她和梅根結婚後 就產生了破裂 這場爭執發生在2019年 據哈利所言 威廉把梅根形容成 難相處無理的人 哈利不滿 威廉竟然和媒體說出一樣的話 兩個人的衝突一觸即發 哈利寫道 威廉抓住她的衣領 扯掉她的項鍊 並且把她打倒在地 如此細節的描述 無疑是讓英國王室顏面掃地 現在呢 就傳出國王查爾斯三世 計劃要向梅根提出 5000萬美元 約新台幣15.1億元的離婚協議 要來阻止哈利 拋棄自己的人生 根據全球雜誌報導 查爾斯國王呢 似乎是認為是梅根在背後煽風點火 才會讓哈利做出這種對王室 傷害力極大的動作 不過在這場王室宮廷鬥爭中 也有人質疑 是否佔用了太多媒體版面 日前呢 一名獨立記者 在半島電視台發表評論 他認為過去在這幾年來 被迫吸收了有關哈利跟梅根這對夫婦的 一切生活細節 當哈梅夫婦從他們攻擊的媒體手中 獲取數百萬美金的同時 重要的新聞也被毫無意義的小爆八卦給取代 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線熱話題內容 您對哈利和梅根有什麼看法 您認為王室成員的私生活也必須被大眾檢視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們分享 也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支持我們直播更多優質的新聞內容 我是曹淳雲 祝您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再見